大家好 我是善桂 歡迎來到素食Happy Day 今天我煮了這個很好吃又有營養的 木耳鮮蟲草花炒懷山 今天的材料 鮮蟲草花、木耳、杞子、鮮冬菇 還有它 是最近用來煮過四神粥和煮過湯的鮮淮山 今天用完它 木耳先浸浸 浸了木耳先 首先切了幾個冬菇 切了最乾淨的食材 切好 切好 切片 木耳先切絲 切好 這個淮山 又是用一張濕濕的廚房紙 抹了面透的泥 然後拿去水口 下面沖一下 洗乾淨 然後剖皮 切絲 淮山因為已經切了幾天 頭和尾這些 切好 不要 然後這些切絲 把木耳絲和淮山絲 放入薑水 出一出水 一分鐘左右 可以撈起它們 放些薑蓉 用最小火來爆一下薑蓉 我喜歡用薑蓉 各位用薑片或者薑絲也可以 炒一下冬菇片 放些已經洗過的鮮蟲草花 看見蟲草花開始軟化 我再加入木耳和淮山 炒一下 炒均勻一下 就放些鹽 四分一茶匙 下了鹽就炒均勻 試試看夠不夠味 夠味了 不用下油 最後加上杞子就可以了 炒均勻 炒均勻 就可以上碟了 吃東西了 蟲草花的顏色 將淮山和冬菇 都染到有少少黃色 不知道有沒有辦法 令蟲草花不掉色 不會染到其他食物呢 我繼續吃東西了 希望各位喜歡這個 木耳蟲草花炒均勻 祝各位Happy每一日 下次再見 拜拜